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众,来观众把东旋的雕刻加前锋先知拥兵加祭司 这套阵容比较常见 上来第一个点487,这个点抓487还不错啊 东旋这边是带了淬火传送,那看先知待会儿走防不防吧 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先知还是要防的,因为这个点位传过去旁边没有交互点 牵制不动的,就落地就是一刀或者一只鸟 当然前提是这边,对吧,不投铁的来抓 这个位置的话,因为刚刚也讲,这个点位的话祭司的洞不太好打 他的洞都是一些小薄洞,是没有办法去解决掉根本性问题 他只能解燃美之急,就是让你把躲掉一刀的伤害是可以的 但是后续可能躲不掉,然后加上刚才这个洞是没能躲掉这一刀的伤害 那这样的话,一刀,诶,哥 这,这里的话应该是在防先知这只鸟 他这刀不打就是防这只鸟,为什么呢,这只鸟,你这刀打了 如果这只鸟一顶好,这边插刀,插刀完了以后这边开车,人走了 所以说为什么东旋这刀不打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东旋在摇晃摇晃摇晃 就是想把你这个鸟骗出来,骗出来以后你都拿着我这边跟车 前锋,来了来了,风哥,撞,撞下来,祭司这边再挨一刀 那对着这边,风哥应该是放一轮雕像,然后将人牵起来吧 想要追着来打,把他的球逼出来 拉球回升过去 前锋再回头来撞,要下板队,他这边下板子的话这个速度是够的 交向一轮推,口子,这个口子其实还蛮难牵的 哎,交向打断了这个球可以 一刀打,前锋撞就祭司不转 但也不亏,这 我是真的没想到呀,我觉得东旋也没有想到 东旋如果知道这边祭司,但他会这样撞来 这个保祭司的话肯定是回头看的 这里开车开车开车,但是这边跟车跟车跟车跟上 又是坐在了最后一排 鸟顶上,这一轮前锋保下来以后 穷者就有机会去打一个多人开门战了 因为本来的话这边倒了,如果撞救什么的 仙只鸟再一套,这边再挂上这个局就没了的 这个局就是一个东旋传送去增三增四的 就是挂飞祭司以后这三增四的密码就不够的 但是由于前锋这一波保保的好的 这个局待会就是可以看一下佣兵这边来怎么救 佣兵这边好像救不了,救不了的话通级到先知 先知密码记者在旁边前锋来救这一波 阿尔杰的雕刻家六个雕像 倒在先知这个位置还是蛮伤的 这边先知直接被秒 诶 可以秒可以秒 这边你救完以后我再来追这个祭司 将祭司寄到以后挂上 打前锋都行 这个祭司可以不要了这个时候 对吧,你要是想过来当英雄 那我这边就打你,打完你以后我再丢坟场来找这边的祭司 祭司现在的话想要走很难的 挂上先知以后同坟场外面祭司 对吧,倒地 整个局势的话就已经面临崩溃了 还是这个通级将这个倒的位置 是让东旋抓到了一波就是利用地形 电击的一个位置的一个翻盘点 坟场一头这么有自信 就用坟场来守这个前锋 东旋就两个,两个雕像呀 那我还是说什么呢 这个游戏我们玩的不是一个游戏 他玩的叫什么 东旋玩的那叫自信对吧 自信丢坟场我们 就两个雕像 然后后面再通过那个CD序出来了 好像一个,大概总共就三个雕像 防下了这个前锋 这边密码机想强点,救下来 祭司一个弄穿 前锋交自己 这祭司走不了呀 这个局可能是一个多抓局了 不是我就想不通他怎么能这么自信 人就走了 当时我觉得这个祭司可以不管 对吧,你把这先知守过半 然后呢,这边无论佣兵来救也好 前锋也来救也好 佣兵前锋一起来救也好 这把密码机也不可能好 这边守住的是先知的遗产机 怎么样平局起步 哎呦,不讲了,不说了 我玩的是啥 我玩的是第五人格 东穴玩的是雕像人格 不能跑 这里,那又没一跳地家吗 麻 well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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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d 帽子 给我都开笑了 这大哥 反正就是我就确定我一个主妖像能够拦住你 还能把你击倒 我真的很想 把这个 这一定得看回放 刚刚那波怎么防的 我记得应该是三个雕像 对吧 他手上面本身是两个 然后两个雕像都没打中 我觉得这把 对吧 去找这个祭司感觉有点亏啊 先这边摸下来前方祭司 如果补一波状态什么的 对吧就亏了 结果这前方没了 原兵跳地窖 摇下来 摇下来也没用啊 这密码机差两台 本身节奏还不错 但是通级到先知那波就真的是很亏 然后瞬间秒掉就先知了 直接挂上 好像应该也不追求一个事了吧 我觉得东旋跟小蝶关系很好的 两个人就走走走走走 引导员呢 我告诉你 要在哪里 你看 肆无忌惮的修密码机 两个护臂 再不过去 见一面 送一送 对吧 18相送 用18个雕像送他走 好了地窖开了 悠悠然然的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 也是赶紧来收看 我要赶紧去看那个回放了 看一下那个雕像怎么放的 下集见 拜拜